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久違的保養方法 這個方法算是我覺得非常相見很晚的 因為這是我目前為止用過最有效 而且這個東西它非常好取得又很天然 應該每個人家裡都會有的 就是油 我之前有聽說過油保養法這個東西 但是我一直還蠻不相信的 因為我覺得用油塗在臉上就是太油了吧 然後我自己是一個長期非常受粉刺毛孔困擾的人 我皮膚是很容易一被油悶住 或是粉上太厚一整天下來容易冒粉刺長小痘痘的那種 可是我皮膚毛病很多喔 它不只是油它還會乾 鼻子兩側或是兩頰什麼 有時候還會乾到就是粉都裂了 所以我皮膚算是很難搞的混合型肌膚 那我大概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有試過用橄欖油卸妝 那當下卸完我就覺得太油了很可怕 而且就是聞到那個食用油味道 我覺得好像在廚房炒菜喔 怎麼可以把那東西塗在臉上呢 但是在前陣子我在書店看到一本關於芳療的書 它就是講究純天然使用精油各種油去治療你的皮膚啊 甚至身體上的 身體上的紋路啊乾燥什麼的都可以用純天然的油去解決 而且不同部位還可以有不同的植物油 而且每個部位適合的油可能還不一樣 所以還蠻好玩的 我就在書店研讀了一整個晚上 讀完那本我就立刻衝回家找出這一瓶 這瓶就是之前在無印買的赫赫巴油 之前是拿來就是塗髮味 因為他說是可以用在皮膚跟頭髮上的 那時候我只是把它當護髮油來使用 讀了那一本他教大家用油洗臉卸妝 用油就是當你唯一的保養品 於是我就堅持用它到現在剛好一個禮拜 成效超級好的 我跟你說真的是我有史以來用過最有效 而且最天然的保養品 如果沒有講你們可能不知道 我在用它之前的皮膚其實 遠看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它蠻多一粒粒的那種很 要貌不貌的分刺 就是你皮膚就是會凹凸不平看得很煩 可是我用了我的油一個禮拜之後啊 那些東西竟然就這樣子消失了耶 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還是有毛孔什麼的 但是那些一粒粒的已經少了超級多 我現在卸妝都只用它來卸而已 你就在手上滴一個2到3滴 這個赫赫巴油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無色無味 抹在臉上很舒服 因為不用擔心它會加什麼怪成分 它就是天然的植物油 天然植物油就是最好的卸妝了 油它就很好溶解掉你的化妝品 然後你可以拿那個化妝棉 把剩下的油跟化妝品清掉 你看那化妝品什麼都沾在上面了 之前看小S他也非常推薦用椰子油卸妝 他自己本身也是買一大罐還可以拿來炒菜 還可以拿來卸妝什麼的 加油橄欖油也是很多人用 我自己用的是赫赫巴油 除了是因為剛好我加油一罐之外 它也是屬於小分子的油 其實要用小分子的油 才不會堵塞你的毛孔 那卸唇膏我會把油滴在化妝棉上 就跟我用眼唇卸妝液的方法很像 而且它竟然還可以當保安品 所以我就是覺得感覺真的可以 還順便滋潤肌膚 我現在這半邊臉已經卸完了 卸得很乾淨 然後把另外一邊也卸掉 邊推的時候還可以這樣輕輕的按摩 感覺比較不容易長皺紋 我現在用油都把臉卸妝完畢了 接下來用油洗臉是怎麼洗呢 網路上很多人說它用油洗臉覺得太油 或是還是長很多粉刺 為什麼咧 其實是真的 如果你油用的方法不對 是很有可能還是會讓你製粉刺什麼的 畢竟它還是油嘛 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是 我之前也用過一次就是橄欖油那一次 我也是犯了這個錯誤 就是用太多 那時候就是很怕沒有效果 所以就是直接倒很多在手上 然後弄整臉油光滿面這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正確用油的方法 其實是因為這個油它的濃度也算是蠻高的 對於我們的臉來講 其實我們臉只需要一到兩滴就夠囉 真的就是這麼小一厘米的量就夠了 千萬千萬不要因為貪心就用太多 而且要搭配熱毛巾使用是最好的 我現在剛把熱毛巾用好 就是用一條純棉的白毛巾然後沾熱水 這樣子整臉的敷在臉上輕輕壓它 這樣子超舒服的 這個動作就像你去泡溫泉或是泡澡一樣 幫助你把毛孔張開 之後勒倒一兩滴在手上 我用的量大概就只有這麼少而已 搓一搓 搓均勻就把它這樣子 輕壓 就很想去外面給人家按摩 的那種手法 往上這樣拉 我那時候看那個書就是說 油會有用就是因為我們皮膚裡面的 這些油脂被堵塞了 那我們平常用水啊 用肥皂怎麼搓都 其實沒有辦法真的輕到就是很深入 包孔裡面的髒東西 可是這個油類就很像 有點以毒攻毒的感覺 你要用外來的油 它油就會滲到油裡面 你知道就是那個小時候學裡畫的那種概念 油可以跟油互相流通嘛 所以外面流會油 油進去 把那個裡面的油也跟著帶出來 你不覺得很有道理嗎 我聽了就覺得好像真的是這樣耶 他就說啊 你看我們髒衣服如果滴到油 沾到油 是不是用肥皂清水好像洗不乾淨 可是這時候你用卸妝油 或是油類的那種清潔劑 就很好很好的搓掉了 所以咧我們的皮膚也是一樣的道理 油它會溶解你 堵在毛孔裡面的粉刺跟不好的東西 然後讓它慢慢的溶解掉 所以那些長期一粒粒我都清不走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沒有用油把它帶出來 按摩完了之後就算是洗臉完畢 那這時候要再拿出熱毛巾 你可以再用熱水把它熱一次會比較好 慢慢的把它擦掉 記得這個動作很重要 它可以幫你清表面的角質 還有確保油被擦乾淨 我之前會覺得沒有用或是覺得太油 就是因為 你可能只是用水把它洗掉 就要用熱毛巾讓它真的有被清乾淨 不然一樣它停在表面上 你的肌膚需要油 可是太多的油一樣 就是它吸收不掉 所以咧 該吸收它會吸進去 留在表面的多的那些 就要把它擦掉 不過你這時候覺得你皮膚已經很光滑 有一點點微微的油 那樣子就是OK的 不過你還是覺得怎麼油 有那種很悶的不舒服的感覺 那你就不要怕 還是拿你的洗面乳 保險一點就是 稍微的洗一下 也是不要過度清潔 我就是會用濕巴這個溫和洗面乳 中性PH5.5的 對皮膚比較溫和 用一點點然後 稍微的再洗一次 確保的油有被洗乾淨 不要有多餘的殘留在你的臉上 你知道嗎 你甚至還可以 把它點在嘴唇上 幫嘴唇保養 這是我自己想的啦 但我覺得既然皮膚都可以 感覺對嘴唇也很好 因為我的嘴唇也是常常很乾 我就是把它當潤唇的在擦 就會很舒服 這罐五味兩瓶買的 大概才100多塊吧 因為我是買那個 旅行用的小包裝 這一罐就很夠用了 你看每一次用量都才一滴兩滴 我大概只用了這麼少吧 這些還是之前用在頭髮上的 如果你家剛好油乾爛油 或是椰子油 去問問看你媽媽 或是找到你廚房 就可以拿來用了 但是盡量是買什麼冷壓的 好像比較好 我是看那個書上說冷壓的 還有越唇的越好 我目前現在持續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皮膚很明顯變亮變白 而且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那些很討厭的一粒一粒變得平滑很多 如果你也有這方面的困擾 或是你是超級痘痘肌 超級乾肌 都一定要用油 因為你很需要很需要油 一開始你的皮膚用太油 可能會不適應或是有過渡期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你也不用忍耐 你可以適當的調整用量 因為我在用第三四天的時候 也覺得好像太油了 我就覺得臉有一點不舒服 我就開始減量的用 結果發現好像比較好了 皮膚反而覺得沒那麼有負擔 所以每個人的用量也不一樣 你不一定要全程都只用油 不用馬上不用任何的東西 用油最大的好處就是 不用擔心它有亂加一些很刺激的成分 或是化學成分 因為它是天然的植物油 再來的話我很喜歡很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洗完臉不會緊繃 我之前洗完臉都會覺得繃到一個 一定要趕快擦乳液不行 不然就會覺得臉很不舒服 而且上妝也變得很好上 因為你的臉就很滑順 直接這樣子上粉底很快速 那要記得就是用完油保養之後 你一般的化妝水精華液乳液那些步驟都還是要上喔 這樣子的話你油跟水都有補充到 要有水平衡嘛 所以這樣皮膚才會變好 我好期待你們去試試看喔 有試的人可以在下面跟我講看你們的成果 看看是不是對大家都有用 我自己個人是超級愛的 我還會一直持續的使用 希望能夠治好我的粉刺肌膚 現在他們大概已經消失了一半有了 我已經超級感動了 這些萬年粉刺一直一直都在 竟然被一瓶油就搞定了 所以我真心推薦這個油保養髮給 所有皮膚類型的女生都一定要試試看喔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想要看什麼樣的影片一樣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說唷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